幸福超越完美 很多人都希望获得完美的家庭、完美的事业以及完美的人生 虽说对完美的追求会驱使人们向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努力 然而,如果过分追求完美,反而会妨碍人们获得幸福 据调查,很多成功人士都觉得自己过得不幸福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还未拥有各方面都感到幸福的完美生活 也正是这种对完美生活的过度追求 导致很多人分明看起来过得不错 却体会不到内心本该获得的满足与宁静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方法取代完美主义 能让人既不用放弃追求更高的目标、更好的生活 同时又能获得幸福呢?当然有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就给出了取代完美主义的方法 就是让自己变成最优主义、优秀的优 这种方法是本书作者泰勒·本沙哈尔提出的 泰勒拥有哈佛大学心理学和哲学双学士学位 以及哈佛大学组织行为学博士学位 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所开设的积极心理学 连续数年被学生们推选为第一受欢迎的课程 他本人也被学生们誉为最受欢迎的人生导师 除了在哈佛授课 他还在世界各地为各种机构、民众、危机人群授课和提供咨询 泰勒还是一位畅销书作家 他出版的《幸福的方法》一书 曾在《纽约时报》图书排行榜名列第一 喜马奖书之前也解读过这本书 那么泰勒提出的最优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怎样才能实现最优主义呢? 下面我将用两个部分回答这些问题 一、什么是完美主义呢? 二、如何告别完美主义迈向最优主义呢? 什么是完美主义呢? 它是一种建立在处处不满意、不完美之上的 极度追求完美、毫无瑕疵的想法 其实很多人并不排斥别人称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 甚至有人在面试时还会号称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完美 以此标榜自己对工作的极致认真 然而,工作认真负责、做事一丝不苟和完美主义并不能划等号 作者在本书中提到的 会妨碍人们获得幸福的完美主义 一般具有以下这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完美主义者对待目标的态度很僵化 什么叫做僵化? 我们可以分成这几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完美主义者只关注终点,认为过程无价值 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你是否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人生遥控器》 电影里的男主人公得到了一个可以使他的人生快进的遥控器 由于男主人公眼里只有事业成功这个终点 于是,他把所有的困难和日常生活都快进了 包括和父母相处的时光 妻子的序道 儿女的恼人时刻等 最后,遥控器失灵 时光飞速向前 他如愿迅速获得了事业成功 却发现他已错过了人生中真正重要的时光 虽然电影是虚构的 可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人 有人为了早日晋升整日加班 结果错过了妻子的孕期 孩子的成长 有人为了逼迫孩子考出钢琴时级 每天严厉陪练 不惜毁掉亲子关系 试问自己 是不是有时你眼中也只能看见终点 认为过程没那么重要呢? 而且,完美主义者从不轻易修改目标 打个比方 一个年轻人打定主意要考上公务员 于是,他干脆不去找工作 在家勤奋备考 可考了三年还没考上 但他拒绝改变计划 因为完美主义者认定了自己设定的目标 就必须达成 否则就意味着失败 哪怕在过程中 他感到不快乐或者不适合自己 也绝不轻易变通 你是否也有存在这样执念的时候呢? 比如,一个可有可无的证书 你就因为通过了其中的一两门 就非得通过所有 哪怕长期备考已让你身心俱疲 或者你一心只想在本部门发展 就拒绝了其他的机会 僵化的第二个层面的意思 是指完美主义者对目标有全有或全无的极端思想 通此来讲 这是他们认为一件事只有对和错 好和坏 成功和失败 这两种标准 正如心理学家阿瑟·派克特所说 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说 连续统一体只存在两极 他们无法意识到还有一个中间地带 作者举了自己的例子 多年前他曾是以色列最年轻的避球冠军 他为自己定下了要做世界冠军的目标 并按下决心 如果得不到世界冠军 就放弃避球 正因为迫切想达成目标 他不顾身体状况 拼命练习 最终身体不堪重负 伤痕累累 只好在21岁那年 过早结束了自己的职业运动生涯 很多人都有过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最好的这种想法 难道中间地带真的毫无价值吗 比如说一场比赛 如果明知自己拿不到第一 就该干脆不去参加吗 学会在不同的结果中找到意义 生活会不会更轻松呢 僵化的第三个层面 指完美主义者在通往目标的过程中 会不停搜索缺陷 苛刻地对人对己 美国著名思想家艾莫生说过 对于不同的头脑 同一个世界可能是地狱 也可能是天堂 我们对世界的主观认知 决定了世界在我们眼中的样子 比方说 想喝水时 桌子上还有半杯水 完美主义者 绝不会因此而快乐满足 甚至会为此焦虑 他们总是盯着事情的不足之处 而忽略自己已有的 你也可以把完美主义者 想象成一个不停纠错的计算机程序 只要有一个小地方出错 这个程序就会跳出红字提示 并发出尖锐的提示音 警告你出错了 总之 完美主义者觉得 做事尽善尽美 才是对人对己的一种负责 那么你在工作或者生活中 有没有容不下自己 或别人一点小错的时候呢 以上就是完美主义者的第一种表现 对待目标的态度很僵化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完美主义者的第二个表现 他们对成功的要求极高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事先完美主义者 对成功的追求没有止境 在这里作者提到了 希腊神话中的西西福斯 他受到众神惩罚 不得不日复一日地 将一块大石头推上山顶 再看着它滚落 直到永远 然而西西福斯 是被迫不停推石头上山 可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说 他们是自愿的 在他们心里 成功就像西西福斯 推的大石头 无论他们取得 怎样的成绩 他们都会选择无事 然后给自己再定下一个目标 继续推石头上山 其实很多人都容易犯这个毛病 在工作中 对植物晋升的要求不断拔高 不停在竞争追逐 在生活里 好不容易买了一套公寓 紧接着就梦想着带院的大平层 永远都不会感到满足 无论他们多么成功 都没有机会 坐下享受片刻快乐 其次要求极高 还体现在他们希望方方面面都成功 比如说 有人事业有成了 却始终因为自己出身不好 学历太低 而缺乏自信 有人好不容易有了可爱的孩子 又觉得自己身材走样 自我丧失 他们不能容忍生活里有短板 也相信确实有方方面面都成功的人存在 完美主义者的最后一种表现 是在面对不利现实时 习惯于压抑和隐藏负面情绪 什么叫做不利现实 就是指一切不如完美主义者期待的事实 比如竞聘失利 孩子考杂和亲人分离等 他们认定生活中应该时时刻刻充满积极情绪 负面情绪不该被流露出来 甚至不该产生 可能你会说 没人会刻意这么想啊 然而在生活中 也许你就是这么做的 比如当孩子摔跤哭泣时 你会说 坚强一点 不要哭 当亲人离去 你会说 节哀顺变 不要太难过 当朋友失恋 你也会安慰 不值得为这个人伤心 开心一点 为什么我们会排斥负面情绪 这源自我们童年受到的教育 我们被教育 不该一难过就脆弱哭泣 不该在成功时喜行余色 不该妒忌朋友取得的成绩 于是人们在潜意识里认为 一个正常人应该学会情绪平稳 也不能让情绪自然流露 在听完以上内容后 你对自己的评估如何呢 当然 一个人不太可能在所有领域都是完美主义者 比如有人可能很容易原谅自己工作上的失误 在对待感情时 却要求洁白无瑕 有人也许能接受自己的房子乱糟糟 却无法容忍自己的孩子写作业乱图乱画等等 一般来说 一个人越是在乎什么 就越容易在那方面用完美主义的思维形式 一个人在越多的方面表现出完美主义 就越容易遭受完美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 有哪些后果呢 首先就是低自尊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 为自尊列出了一个公式 即自尊值等于实际得到的除以期望得到的 由于完美主义者对成功的要求极高 也就是期望得到的极多 那么分母就极大 这必然导致自尊值很低 举个例子 假如一个人期待得第一名 可实际得了第二名 那么自尊心就会受到打击 如果他期待得第三名 适时却得到了第二名 那么自尊心就会增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见过很多优秀的人 分明应该十分自信 可骨子里却充满了自卑的原因 完美主义还会导致抑郁症 这很容易理解 因为完美主义者 往往都是极端的目标导向者 就像一个在大海上航行的人 眼中只看得见遥远的灯塔 却看不见蔚蓝的海水 金色的阳光 跳跃的海豚 以及拂面的海风 他们的人生旅程 就像是一场未抵达目标的苦行 他们很难体会到过程的点滴快乐 也鲜有放松时刻 压抑而紧张的神经 终于失去张力 导致抑郁发生 完美主义也会带来焦虑症 由于完美主义者 无法容忍微小的错误 这就让他们感到四周危机四伏 随时得去救火 比如老公在厨房做菜 总忍不住去监工 否则总感觉他一定会作杂 或者下属交上来的表格 总要亲自核算每一个数据 否则根本不放心 强迫性的担忧 让他们时刻生活在警觉中 自然很容易患上焦虑症 另外由于完美主义者 做事思维僵化 不懂变通 认定的事不容易改变 比如非要孩子考个铁饭碗公务员 或者始终认为 网上支付不安全 坚持贷现金 总之 他们很难适应 当下这个瞬息万变 日新月异的世界 面对这样的冲击 他们怎能不焦虑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想 既然完美主义的确让人们与幸福生活渐行渐远 那我们要不要干脆就躺平 对一切都放低要求呢 当然没这必要 作者早就告诉了我们 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一条 既无需遭受完美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 又能继续追求更好生活的道路 那就是最优主义 接下来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 如何告别完美主义 迈向最优主义 那到底什么是最优主义 牛津英文字典中将最优解释为 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最好最有力 简单概括来说 最优主义就是在承认条件限制的情况下 选择最有力的方案 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积极的完美主义 作者对比了完美主义的种种表现 总结出最优主义有下面这些特点 首先相对于完美主义对待目标僵化的态度 最优主义对待目标很灵活 这也要分成下面几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最优主义者虽然也看重结果 却不会认为过程毫无价值 比如说一个最优主义者去参加体育比赛 哪怕最终没有拿到想要的名次 他也会认为那段为了目标而拼搏的时光 同样能让它成长 正因为最优主义不像完美主义那样恐惧失败 为结果论 所以他们在失败后会重新接受挑战 也更容易获得成功 第二个层面是说 最优主义对待目标不是全有或全无那么极端 一个打壁球的最优主义者也可能把目标定为获得世界冠军 但他也能看见得世界冠军和放弃壁球之间的其他可能性 比如他可能是先参与再慢慢将名次前移 也可能是选择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训练节奏 拉长达成目标的时间 哪怕最后失败了 也不至于全然放弃 而是继续享受打壁球带来的快乐 记住 最优主义者的世界相对于完美主义者非黑即白的世界 更复杂也更理性 第三个层面则是说 相对于完美主义者的苛刻 最优主义者对自己和别人都比较宽容 他们可以接受自己和他人的缺点或者错误 也善于在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中学习成长 如果一个最优主义者是个领导 那么他不会不停搜集下属犯下的错误 而是会把目光停留在下属取得的成绩上 如果一个最优主义者做妈妈 他也不会随时盯着孩子的一言一行 生怕孩子犯错闯祸 而会坦然接受并包容孩子的错误 把目光放在孩子的进步上 最后一个层面是最优主义对目标没有执念 而是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并不是说最优主义者容易见义思迁 而是他们有适应自身变化 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 比方说一个最优主义者 大学里学的是几年前比较热门的专业 可毕业后发现不好找工作 那他可能就会换个专业继续深造 或者尝试一下去其他行业求职 假如一个最优主义者发现自己的孩子 在学业上很难和其他孩子竞争 那他也许会尽量去发现孩子的其他特长 或走别的升学道路 最优主义者的第二个特点 是他们对成功的要求是基于现实的 什么叫做基于现实 这也要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说 最优主义者能看到自己现有的成功 并且感激和享受成功 也就是说 最优主义者不会不停推大石头上山 而是会坐在山顶享受蓝天威风 感恩自己的努力 幸福油然于心 当然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思进取 他们依然会继续推石头上山 只不过他们更能感知成功 拼搏之路上 心态也更怡然自得罢了 基于现实的第二个层面 是最优主义者承认自己的时间资源有限 懂得在生活中做取舍 作者拿自己举了个例子 他在二十多岁刚成为父亲时 内心还是个完美主义者 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在家庭 工作 朋友 健康 这些方面达到理想状态 可他却越来越挫败 因为他总是有太多事情想完成 却发现哪方面都做得不理想 为什么呢 后来他明白了 一个人不可能同事在所有方面都做到极致 他需要在有限时间精力下做出取舍 比如以前一周要锻炼六次才能保持健美的身材 现在每周锻炼两次就足够好了 以前一周有三次和朋友喝酒谈心 现在一周一次就足够好了 当作者承认了现实并及时修正期望之后 他发现压力减轻很多 他甚至对这样的生活感到了满足 最后 当最优主义者面对不利现实时 他们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 这种对情绪的接纳 其实也是最优主义者尊重现实的表现 可为什么要接纳情绪呢 这里你可以跟随我们做个由心理学家 丹尼尔维格纳提出的小实验 你就会明白接纳的重要性 在接下来的十秒钟内 请不断告诉自己 不要想象一只白熊的样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你做到了吗 实验的结果很可能是 你越告诉自己不要想 越会去想 可过一会儿 比如现在 这个念头也许就自行消失了 情绪也是一样 对于焦虑 愤怒 嫉妒这些情绪 人们越是试图压抑和阻挡他们 他们越会来势汹涌 只有承认他们的存在 并允许自己经历这些负面情绪 他们才能真正减弱和逝去 对于最优主义者来说 接纳就是对负面情绪产生时的最优选择 当然 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接纳自己真实的人性后 依然按人道行事 什么意思呢 举例来说 当你看见朋友被猎头高薪挖走 又和帅气的富家子结婚时 你能承认自己有极度之情 因为这是真实的人性 可是 你不仅不会去破坏朋友的幸福 在极度之情逐渐消失后 也依然愿意祝福你的朋友 因为 这才是人道的行事方式 显而易见 成为最优主义者 更能让我们获得幸福 那我们该怎样迈向最优主义呢 我将从工作 教育 亲密关系和自我这四个维度 告诉你该如何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摆脱完美主义 改用最优主义的思维形式 先来看看工作方面 在工作上贯彻最优主义的思维 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点 是要勇于失败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例子 在迈克尔乔丹一生的篮球生涯中 他投篮不中的次数超过九千次 输掉过三百场比赛 甚至有二十六次 是因为他关键性的一球没投进而输的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 二十二岁失业 后来涉足商界惨败而归 二十七岁患上了焦虑症 三十四岁竞选众议员失败 四十六岁竞选参议员又失败 直到两年后才竞选总统成功 关于大人物失败的例子还有很多 可见失败并不可怕 再来看看你自己 假如你的上司对错误零容忍 那你会不会宁可不去尝试 也要保证不犯错 假如你自己是领导 如果你害怕下属犯错 会不会势必公亲 你的下属会不会做事缩手缩脚 害怕承担更多责任呢 完美主义者因为害怕做错 害怕失败 往往不愿在工作上开拓进去 而最优主义者 把失败当成达到目标的必经之路 唯有排除错误的方向 继续往前才能抵达成功彼岸 在工作中贯彻最优主义 第二点则是要重视恢复 恢复是指在连续进行了一定强度的工作后 让身心得到彻底放松 而不是对工作有不切实际的完美要求 比如要求自己随时关注工作群 第一时间回应老板 或者连续几年都不休年假 就会得到优秀员工奖 恢复 其实是最优主义者 在高强度工作中 给自己选择的最优方案 无论是下午三点喝杯咖啡提神的短期恢复 还是每天保证充足睡眠的中度恢复 或是每年给自己放次大假的常识恢复 虽然看似或多或少耽误了工作 却肯定能提升下一阶段的工作效率 让你事半功倍 那我们如何在教育方面迈向最优主义呢 教育这件事很特殊 它不是针对自己 而是针对下一代 所以用最优主义的思维去教育孩子的目标 是培养出一个拥有最优主义思维的孩子 这也要分成两个方面来说 一方面就是不做完美父母 作者提到他在学生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富家死地尽管物质不愁 却普遍缺乏幸福感 也更容易滥用毒品 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 心理学家苏尼亚在做了相关研究后 发现是他们完美主义的父母 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这种状况 这种父母生怕孩子走错一步 所有事都替孩子安排好 他们喜欢时刻观察自己的孩子 评价孩子的每一个行为 终于孩子们学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绝对不能犯错 这种内化的不安如影随形 导致他们尽管可能很优秀 却不快乐 毫无疑问 他们也成了父母那样的完美主义者 而使用最优主义思维的父母 懂得适时辜负孩子 带引号的辜负 比如在孩子摔跤哭泣时 放慢冲过去的速度 让孩子自己体会挫败和疼痛 比如哪怕孩子把食物弄得满地都是 把米粒喂到鼻孔里也不帮忙 让孩子在失败中找到正确的方法 甚至在孩子足够大以后 切断经济来源 让孩子尽早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第二个方面 就是重视孩子的内在价值 也就是勇敢 努力 坚强 善良等内在特质 一般来说 完美主义父母只在乎孩子外在的成就 比如考试得了第一 体育竞赛拿了奖牌 凭上三好学生等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只能看见孩子努力的结果 那么孩子就会认为 必须有好的结果才会得到肯定 他们也很容易成为畏惧失败 为目标论的完美主义者 如果父母能看见孩子的内在价值 肯定孩子在过程中的努力 或在某件事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 孩子就会认为 自己的价值不会被考分或某一次成败影响 让孩子学会重视过程并肯定自己的内在品质 才能让他们最终也能迈向最优主义 接下来我们看看亲密关系中如何使用最优主义的思维 许多人恋爱前都会对配偶有完美想象 他们希望爱人能在各方面符合自己的期待 在恋爱初期 他们几乎认为自己梦想成真了 很可惜 人们最终也会发现 另一半竟然也有那么多缺点 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说 他们害怕失败的特质 让他们把每次冲突当成灾难性事件 他们全有或全无的思想 则让他们觉得不是灵魂伴侣就得分道扬镳 可对于最优主义者来说 他们不否认通往目标路途中会有失败 所以争执冲突和失落 只是建立亲密关系道路上正常的曲折 他们也能在灵魂伴侣和分道扬镳之间找到中间地带 那就是接纳对方也有缺点 接纳亲密关系里的不完美 尽力去经营婚姻 最后 再让我们看看该如何运用最优主义思维来重塑自我 这个问题我们也要从下面几点来说明 首先 我们应该坦然接受自己的无知 完美主义者很害怕说 我不知道 他们认为这暴露了他们的弱点 他们会在同时讨论到自己不了解的时事新闻后去恶补 会在别人质疑他们后大发雷霆 总之 完美主义者对未知感到害怕和焦虑 最优主义者则承认自己学识的不完美 接受自己有时候确实不知道 坦然承认未知的存在 这样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平静 其次 我们还应该坦然接受生活中的苦难 虽然追寻快乐和避免苦难 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但没有人可以真正完全避免苦难 完美主义者无法认识到这一点 当苦难来临 比如痛失亲人 遭受车祸 事业挫折 被爱人抛弃时 他们无法接受现实 所以他们会深陷于苦难中无法自拔 可最优主义者不会否认苦难的现实 他们允许自己感受极端低落的情绪 然后看见苦难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慈悲心 同理心 以及从苦难里获得的智慧 苦难教会我们尊重生命和现实 这种对生活的珍惜 让我们更容易接近幸福 第三 我们要做到对自己宽容 作者提到 一位佛教徒在与一些西方科学家一起工作时 发现这些科学家虽然都很有成就 但他们普遍自我厌恶 很难原谅自己的失败或错误 也很难容忍别人犯错 也许这正是因为 他们从小就被要求要格外言于律己 导致他们对自己越来越严苛 直到眼中只看得见自己和别人的不足 其实 一个人只有先真正理解和宽容自己 才会对他人产生同理心 推己及彼地去善待他人 比如说 如果你能原谅自己因为半夜突然发烧 而耽误了第二天的某个重要会议 你也许就不会因为同事偶尔忘记了和你的约定而发火 如果你能宽容自己因为太紧张 所以在客户面前表现不佳 你也许就不会嘲笑 那个向你结结巴巴推销产品的新业务员 最优主义者明白 对自己宽容是对世界宽容的前提 不苛责自己和他人 幸福感也才能在心中滋生 最后 请学会倾听 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说 由于他们总想让事情或者他人变得更完美 所以当家人朋友向他们倾诉时 他们总想立刻分析问题 并帮对方解决 然而人们在倾诉的时候 并非总是在寻求帮助 可能只是渴望宣泄情绪 或者仅仅找人倾听自己 对于最优主义者来说 他们可以安静地听孩子诉说 今天校园的冲突 也可以耐心地听朋友抱怨对公司的不满 他们能够接受他人或者事情的不完美 他们知道 无条件接纳 并给倾诉者营造安全 温暖和包容的环境 才是对倾诉者最大的支持 好了 到这里本书主要内容就讲得差不多了 最后回顾下主要内容 首先 完美主义的三种表现 分别是对待目标的态度很僵化 对成功的要求极高 以及在面对不利现实时 习惯于压抑和隐藏负面情绪 这会导致他们低自尊 患上抑郁症或者焦虑症 其次 作者认为 取代完美主义的方法就是最优主义 相较于完美主义 最优主义 对待目标的态度很灵活 他们对成功的要求是基于现实的 面对不利现实时 他们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 最后 作者还从生活的方方面面 提出了一些从完美主义 迈向最优主义的建议 福尔泰曾经说过 完美是美好的敌人 完美主义阻碍我们获得幸福 从现在开始 就放下对完美的执念 努力学着做一个最优主义者 也许你就会发现 幸福竟如此简单 好 幸福超越完美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